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 爸爸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从业五年底薪五千 五行缺关注的三五青年五环君 一个用大白话讲硬和商业的亮展 给各位后浪说个事 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即将上市了 而之所以要和各位说 是因为萧萧的蚂蚁能上述 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 毕竟支付宝的总支付交易规模 约为118万亿 金额只比董王统治下的美利坚的国债总额 而这118万亿 别谦虚 各位后浪孤不可没 不幸 现在就可以查一查自己上个月的支付宝账单 把金额打在公平上 是不是发现自己还挺有钱的 言归正传 我们聊回蚂蚁上市 上市前 蚂蚁集团递交了一份照股书 整整几百页 五环君因为打赢这照股书 用光了公司所有的纸张 差点被同事围殴 通过照股书 五环君发现 上面提到的 各位后浪用支付宝进行消费支付这件事 只是蚂蚁三项业务中的一项 叫数字支付 一个叫数字生活 听上去很高端 说起来很简单 数字生活指的是用支付宝 满足你的吃喝住行 也就是在支付宝上 通过饿了吗点个外卖 用滴滴打个车 用飞猪订个酒店 用逃票票看个电影 以及是交水电费 茶室宝公积金等等 如果你还对这项业务的重要性 有任何疑问 请打开你的健康码 而数字金融包括信贷 理财 保险等 比如你用花呗买买 平常存钱到余额宝 买基金理财 或者是给爸妈投相互保 这么一说 各位后浪日常接触最多的 应该就是花呗了 而关于花呗 这边还真的是给大家好好唠唠 因为你们肯定不知道 原来你们在花呗上面借的钱 根本不是马云的 你们也根本不欠马云的钱 所以从今往后 答应我还君 千万别再叫人家爸爸了 蚂蚁的招股书上写得很明确 真正借钱给你的是银行 而你用花呗分析时 支付的手续费就是利息 也是给银行的 支付宝在花呗 也就是数字金融 这一块的业务充当的 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服务商 我们通过支付宝向银行借钱 支付宝向银行收取技术服务费 讲到这里 可能有后浪会问 为什么向银行借钱 需要支付宝作为中间人呢 这边 五环君可以给大家理性的分析一波 关于为什么要通过支付宝来借钱 第一 就是银行借钱给你是要做好风险控制的 否则你不还怎么办 第二 就是一款产品 必须有足够的用户量才能赚钱 哪怕它是消费信贷产品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 借钱给你的风险怎么控制 如果银行自己来做这项业务 用办信用卡的那一套 问你要输入证明 各种身份资产信息 首先你给不给的出来 其次 就想借点小钱江湖救个急 他问你要一堆东西 人与人的信任在哪里 所以银行很难解决这项业务 所面向的人群的风险控制 因为这些人所能提供的资质少 信息少 而且借的还少 所以 即便能提供 他也懒得提供 麻烦还不如直接伸手向爸妈要得了 而支付宝能解决这一群人 借钱上的风险控制 因为支付宝有他们的收入和支出记录 比如五环军上劫的时候和老妈说 要包一个情感补习班 然后老妈打过来一笔钱 支付宝记录了下来 五环军拿这笔钱 请学妹吃了个饭 看了个电影 完成了情感上的相互学习 这些支出 支付宝也会记录下来 于是支付宝就对五环军 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每个月大概有多少收入 多少支出 是否稳定 基于这样的收入和支出 借给五环军多少钱 五环军是还得上的 支付宝之所以能做花呗 这一个数字金融服务 是基于其数字支付业务的成熟 而银行根本谈不上什么数字支付 银行推出云闪付 并大力推广的时候 是他最接近实现数字支付的时候 直接抄支付宝的作业 但很遗憾 没抄成功 微信支付是具有数字支付基础的 所以今年他也来搞数字金融了 推出了消费信贷 以及是一些理财产品 我们可以观望一下 至于第二点 用户量 购用后廊手机里 装了多少家的银行的APP 平均多久打开一次 每次使用多久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如果银行是在自己的APP里 推出一个叫花呗的产品 会有多少人用呢 而支付宝有多少用户 要知道 马云的目标 是让老太太在支付宝上 都能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 所以很有可能 你奶奶的手机里都装了支付宝 而且余额可能比你还多 因此支付宝才能做这个中间人 赚这个技术服务费 那这么来看 这技术服务费一定很香哦 你可以问问天 问问地 问问蚂蚁总部的大楼里 程序员光彤彤的头皮 蚂蚁看上去很牛批 估值高达2000多亿 请注意是美元 直比宇宙行工商银行 人家的市值才17000多亿人民币 但是这看上去 就像在科幻局里变异的巨型蚂蚁 净利润在工行面前 简直不值一提 今年上半年 蚂蚁的净利润219.23亿元 而工行一季度的利润 是844亿 按半年折算 工行的利润 几乎是蚂蚁的8倍 所以现实很残酷 你拿技术赚钱 人家拿钱赚利息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 不要盲目攀比 消费信贷这项业务 真正像的东西 都在资本的手里 支付宝其实有点像个苦力 说白了就是给银行打工的 但我们还是要相信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否则 净利润仅仅是工行 1%的蚂蚁 凭什么估值和人家相差无几 所以 虽然钱让银行赚了 但用户却无一例外 都在支付宝上 用户的价值不言而喻 所以花呗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信用卡渗透率极高 体系十分健全 人均有六七张信用卡 从周一到周日 每天刷的卡都是不太重样的 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信用卡上的国家 大家的消费信贷需求 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但是在国内 据统计 人均持有信用卡的数量 仅为0.39张 也就是说 100个人里面 只有31个人是有信用卡的 但剩下的69个人 他们一定是有需求的 所以花呗才能发展出 整整5亿的用户 不过支付宝 可是有10亿的年回忆用户呢 光这里头 具有5亿的空缺 就等着花呗去覆盖 更何况 目前花呗的人均额度 仅为2000元 并不高 所以不仅是用户数量 在人均额度上 花呗也还能做得更大 今天的五环军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